外交部网站11月8日消息 发言人汪文斌主持当天例行记者会 法新社记者 近日来自美国的一张卫星图片显示 中国在新疆塔克拉玛根沙漠地带 建造了美国航母和驱逐舰模型 作为导弹目标 中方能否证实 汪文斌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 此前报道 在荒凉的塔克拉玛根沙漠 美国的智库们通过卫星图 找到了解放军 又以新奇观 和美国海军关系密切的 美国海军协访网站11月8日 网站称为商业卫星公司 Max Arrow的卫星图像前驶 解放军在塔克拉玛根沙漠 建造了一款可以和地形洲的 缩比机动航母靶板 这艘航母靶板长约75米 在六米毁区域的 超级宽轨特种品上行驶 由SNI成 该航母模拟靶板 安装各种价器 用于模拟航母电子和红外信号 并解决打击效果 这艘缩比航母靶板模型 相对平坦 没有建倒飞机弹设器 武器或其他细节 美媒称 这个艺区是中国在该地区 建造的新把场 送合体的一部分 这个把场除了铁轨 机动靶板 标一弹 该地区还有一艘 美国航母的全尺寸轮廓拔板 和至少两艘 阿利伯克基础舰的 全尺寸轮廓拔板 据此前美媒报道 中国则前曾利用该全尺寸拔板 测试其所谓的航母杀手 东方二帝 反箭弹道打弹的自己版本 根据图像显示 伯克基础舰上面 有许多质历的杆子 可能是侧量运气 另外这些杆子 也可能是雷达桥反射器 以模拟传播的上部结构 对于这些模型地理空间 情报公司 All Source Analyzes 分析称 这些把镖可以用于 各类传感 取得目标悬货 目标锁定 除了光学信号以外 这种航母轮廓 可以模拟真实航母的 电子信号 美国商业合成孔镜 雷达成像拍摄的 雷达成像成片显示 该基确全尺寸 航母把标的雷达成像 和正常航母雷达成像 几乎一致 美国军方美 解放军有走防过 东方21 东方21 在里的多种弹道弹 在前几日发表的 2020年度 中国军报告中 美军宣称 2097月 解放军首次向南海 进行反舰导弹 实弹射击 向南沙巡岛北部海域 发射了6枚 东方21D 反舰弹导弹 最后解放军 在2022年 施射了一枚 东方26 反舰弹导弹 美军还认为 05型驱逐舰 未来可以发射 现在反舰弹导弹